一般看来,采集燕窝似乎并不会伤害燕子的生命 但实际上,对燕子仍然有严重的伤害 燕窝对于母燕如同强暴或乳汁 迁徙着乳燕的生命安危 燕窝被采三次,母燕吐出燕窝也三次 其中的血丝是母燕用心血养育儿女艰辛的证明 母亲为儿女重视尽心尽力 牺牲自己,将自己掏空 故有心之人,若知母性的艰辛,则不要使用燕窝 什么叫空性? 空性就是你我一体 虾子被杀就是你在被杀,你儿子在被杀 这个叫空性 空性产生的是一种完全一体的感受 而产生悲心 他快乐我才快乐 他痛苦我比他痛苦百千倍 想到被杀的 特别因为人类喜欢吃海鲜 鲜就是活的 活活的虾子 活活的螃蟹 活活的那些鱼 他看到活活的,他认为新鲜 然后杀来吃 他觉得这样很新鲜,很营养 但是各位你想想看 那没有办法形容了痛苦 如果你看到你的儿子被活活的杀 他放血丢到热桶子慢慢滚 然后切来吃 你会昏倒,你会哭到昏倒 善事如母众 男人无量哭过 意念苍生情 世事永不离 欧玛尼伯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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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不要再吃众生肉 最好啦,你如果有办法收就收 你没办法 至少吃渣渣,吹渣哦 经常少吃肉 最好小朋友就从小开始不要吃肉 你吃多少到老都好 给你拖 拖在面穿,拖十几年不好就不好 拖,拖架要完 要慢慢死,各位你想想就好 你如果说做生意的人 你现在没办法吃菜要有更孝心嘛 统就找一十个吃菜 在家里吃菜 那你如果年纪差不多了 不用上班跟人应酬了 你不要吃肉了 其实吃菜很方便 蜂蜜是素食吗 蜂蜜是素食 因为其自然的生产过程可以不伤害蜜蜂 但有时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有例外 特别是人工繁殖的情况下 另外除蜜蜂之外 某些其他的蜂产品有可能伤害到蜜蜂 所以有些素食者也不吃蜂蜜 乳清蛋白是素食吗 乳清蛋白是从牛奶中提炼出来的 所以纯素者或严格素食者要避免使用 蘑菇和菌类是素食吗 蘑菇和菌类都是真菌 是比植物还低等的生物 所以是素食 酵母和乳酸菌是素食吗 酵母和乳酸菌都是比植物还低等的维生物 所以是素食 类似用于发酵酱油的麴菌等也都是维生物 吃素为什么不算杀生呢 植物也有生命 植物这个生命就像这个花 你把它折断了 你知道它不会痛 花本身不会痛 是如果这个花上面附着一个灵魂 那它知道你要折它也走掉了 所以只是说大树就不一样了 大树它有执着 这个树两百年它变成轨道的家 你把它弄坏了 它可能说我家里被破坏掉了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花 树叶那些青菜水果 它们这些真正的轨道不会附在上面 因为它知道这个会被拆掉了 它只是暂时的 你动它的时候它就好像离开了 所以它不会痛 所以吃素是慈悲 凡事会伤害到让它痛苦的 我们就不要吃 但是这些树叶水果它没有痛不痛苦 它成熟了自然就会掉下来 所以它不算杀生 所以我想只是说 当我们要吃树之前 我们要供养佛 也念一下 因为这个水果蔬菜 它们撒农药 可能杀死一些小虫 不然没有这么漂亮的水果 我们有一个惭愧心悲心 跟它念念众 所以有情 佛教讲的是有情才有苦 那这个树木啊 这个草啊水果 它不是有情似的 它是一个物质现象 只是这个物质现象附着了一个友情 这样而已 它是一个物质现象附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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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有爱 人间有情 为了打造动物们安逸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宇宙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而为让子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坎顶护神圆 动物们的桃花园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高雄慈悲道场 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继佛前大功 恭请战略法师主法 日期2月29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礼拜慈悲地藏宝颤 记护生 地点高雄慈悲道场 地址高雄市三明区 博爱一路27号三楼 连电话 高雄慈悲道场 073111656 073111656 返回现场并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新逢世家摩尼佛出家纪念日 生命电视树林菩提讲堂 举办传授八观灾戒 点万灯供万水 祭佛前大贡 恭请战略法师主法 日期3月1号星期日 上午8点半 下午1点半礼拜慈悲三昧水颤祭护生 地点树林菩提讲堂 地址新北市树林区中爱街7号 连电话 02-2688-5088 02-2688-5088 上午7点半至8点半 于监运亚东医院站2号出口 备有接驳车 返回现场并有免费消灾 超建牌位 供大众填写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体贱大大 发无伤心 自归一发 当愿众生 深入金属 智慧如河 自归一色 当愿众生 同理的酒 一切无完 河南山中 学活跪在切身实践 潜心修行 以下为修学 路道之机 虽然讲基础 但是却是最重要的 因为佛教讲因的 因地不对 那果就不圆满 所以各位 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动机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清净大悲 菩提心 所以我再去吃饭 我再去 穿这个衣服 我去写这个字 今天你要跟人家讲电话 我的动机 是希望对方 听到我的声音 就像听到观音菩萨 欧玛尼伯明后 我的内容 就是一个 离苦得乐的甘露 这样跟他讲话 就是不要让自己的情绪 或者高兴不喜欢 就加到这个话这里面来 像各位现在会布施甘露了 在吃的时候 那个味道 我吃这个味道 马上就布施给众生 喝的水 马上布施给众生 对内是供养自信佛 不是你在吃 我在供养我的佛 我内在的佛性 要布施外在的众生 众生吃到这个甘露 也成佛 所以你在吃饭 你在走路 都在修行 所以这学佛 最重的 切身 你要用你的身体 真实去实践 菩提心 实践一个利他的 所以潜心修行 就从你的内心里面 我们中国人叫 由衷的 由衷的念阿弥陀佛 愿各个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愿各个人都看到他心中的净土 佛性 你看到了你的真实的面目以后 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潜心修行 而不是表面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